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分钟视频,我是经济日报的李国庆 港股今天反弹得不错的,修复昨天三分之二,六成左右的失地 我今天跟大家讲的题目是,身怀六甲等讯号 没讲到题目之前,请大家看看恒生指数表 全日恒指反弹了328点,升幅有1.17%,收报28487点 成交都挨近1000亿,有967亿 好了,事不宜时,大家看看今天这幅图 昨天有一支大阴烛,穿喉破脚地砍下来 还要跌穿前浪顶28248点 根据我们的策略,就要转黄灯的,即是警戒,避免高风险 但是昨晚美股就没事了 搞到今天港股,列口高开 一开的时候,其实已经是较昨天,收市位升了200点 然后再升多一点 最高的时候,今天是见过2519的,即是从上28500关之上 收市的时候,可惜搜不住28500,收249 整体来说,可以说是200,2400这个前浪顶是失而复得的 技术上,今天这个叫做新淮六甲 什么叫新淮六甲呢?就是今天全日的波幅 就在昨天那支阴烛之内 新淮六甲,新淮六甲预示就是代变等讯号 所以今天的题目就是新淮六甲等讯号 那昨天的下跌,而跌穿了前浪顶 发出这个黄色警戒讯号 究竟会不会是一个不明呢? 有可能的,如果后市不再跌穿28,094点的话 那就是可能预示这个阵仓已经结束 那如果跌穿了,跌穿了就是按昨天的策略 就是厚低吸一些优质顾 那指示位放在27,300之下 那如果现在等讯号,等什么讯号呢? 就是等会不会可以,譬如说 连续有三天站在这个28,248点之上 就确认了这个是假跌破 那继续转回绿灯的,继续看好 那或者是什么? 直接升穿前浪顶啦 就是昨天,星期四的高位是28,798点 你当它27,800点了,最好的齐头 升穿28,800点,一天都光光了 事实上现在来看呢,港股其实都不是太差 昨天都说到其实都不是太差的 所以就厚低吸纳 那如果你看呢,恒指这个拉出来看 可以是一个上升通道格局的 那受算回落来,都是说回补这个 回补这个上升离口 那可能有机会就再上了 所以为什么说回到来的位置27,300至27,500之间 是一个吸纳的机会呢?就是这样的 那我们看一下昨天为什么说道指或者美股没有事呢? 那昨天美股都跌过百多点的 跟着呢,就咬上去 那最后就倒升五点了 升幅虽然不多,就是0.02% 但是很大呢,都是升的 还要是收市位来算 以收市位来算 还要创入历史最高收市位 所以美股没什么事的情况下 港股今天呢,就做回好了 其实国企指数呢,这几天呢 又可能说,你这样看就比恒指好一点 因为其实昨天一棍跌下来呢 就没有跌穿113,123的嘛 它如果以国指来看 其实真的没需要发出这个黄色警戒信号 今天都是伸怀六甲,就等这个信号 就是等一个向好的信号 就是刚才说过,如果连续几天一路向好 那当然是OK啦 因为现在还是绿灯的话 最好就是什么呢 上破昨天的位置 即是11693 也都是拿齐头位 看11,178点 如果上破得呢 又是大盘展翼了 又再进一步 可能呢 虽然其实这段时间都是 矮仔上楼梯一步一步地上 但是都好过没有啊 希望它也可以一路挨住地上 好了,今天讲过呢 好花呢,其实英记手工的 就是这个吉里汽车 今天恒指成文股里面升幅最大 因为昨天跌得多 跌7点几个巴仙 今天升回5.8个巴仙 收报26.3 这只股其实呢 我会想它跌多些的 昨天说到跌到22元区 那样上下呢 就买入了 指示位就放在这个 20.75元 20.7元之下 那就是说 如果预松一点 20元之下呢 但是现在升回6格 不知道会不会跌得到那么低 跌得到那么低呢 就买了 跌不到的话 那怎么办呢 如果真的突破 那都没办法了 都是要继续看好的 好了,另外一只呢 我都看好的股份呢 就是平保 平保其实呢 跌下来 其实它是之前呢 前浪顶在这里 就是64.9 那昨天下来之后 其实这些是当它是一个后抽 那今天就冲回上去 以收市为来 算呢 今天是创米洲新高的收市 虽然即使未创到高 但是走势很靓 有机会呢 是一路一路地稳步上扬的 那另外呢 近日有些做得好些了 譬如好像建材股那样 今天中国建材呢 升成11% 收报6.6.8 创米洲新高的 这些都是可以值得留意的 好了,今天的分析是这么多了 多谢大家收看